大家好我是明君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寄生上游 这部电影绝对是2019年讨论度最高的电影 因为它不只拿下了砍成金钟驴奖 它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你要知道奥斯卡最佳影片 从来没有搬给非英语系的电影过 可见这部电影真的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创决 然而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在意 不管你是一个资深影迷 或者是一个半年看一次的电影观众 你都会觉得这部电影很精彩 电影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接下来我将分析这部电影的开头前十几分钟 如果想看我更多电影分析的话 欢迎订阅并且按赞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一部电影的开头通常会刻意的安排一些巧思 而寄生上游的开头 让我们先看到了一个位于半地下室的窗户 而且窗户旁边吊着袜子 袜子就是这个画面的重点 在窗户旁边的袜子给人一种好像闻得到臭味的感觉 而这部电影一直用味道来强调穷人的特质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导演给的巧思 就是想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袜子好像真的闻得到 接下来是一个向下移动的镜头 呈现了这家人住在半地下室 这一场是窗外有人正在喷消毒水 当所有人都被消毒水弄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穷爸爸却非常的自在 这也是呈现出穷爸爸比起其他家人更习惯这个味道 也就代表着他身上的味道可能也是很浓厚 所以这也是后来有钱的普社长 为什么一直说穷爸爸身上有股味道的伏笔 穷妈妈因为手工盒子的瑕疵 被披萨店的店员说要扣薪资 这时候的穷妈妈还一直在争辩 我们看到一个长辈明知道自己错了 却还要跟年轻人争辩 而且还在自己的小孩面前 其实是有失长辈的尊严的 但穷人就是不理会尊严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时候哥哥走过来理论 但他并不是想帮穷妈妈争辩 而是想要一份奸差的工作 更显得他们为了生活为了钱 根本就不需要尊严 就在一家人都在外面为钱争论的时候 穷爸爸却只待在半地下室 透过窗户看着他们 爸爸在这个时候的角色 原本是应该站出来第一线保护家人的 但是穷爸爸却没有这么做 而在下一幕家庭聚餐的时候 穷爸爸却还是像一个领导一样鼓舞着大家 这和上一幕躲在一旁的姿态相比 实在是对比很大 看得出来穷爸爸想维持一个爸爸的尊严 但又懂得在自己没有尊严的时候躲起来 一个好的故事就是要呈现角色的缺陷 才能呈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这里是哥哥的好友敏赫 来杂货店外和哥哥谈话 敏赫在前面的故事中 大家已经知道他来自有钱的中产阶级家庭 和穷人家的哥哥是不同的社会阶层 而穷人和有钱人的对话 要怎么表现出这两者的差异 这部电影用了光线来区分 敏赫的光线是比较正面光的 哥哥的光线是比较微弱的两颊侧光 导演给予了有钱人比较明亮的光线 给予穷人比较阴暗的光线 这就是这部电影有趣的一个法则 旁边的这张广告看板就是设计好的 藉由广告看板的光线来营造两人位阶的高低 一部好的电影就是从许多小地方开始设计 并不是两个演员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然后就可以开始拍摄的 这场戏的对白也是设计的相当厉害 敏赫很直白的说 就是相信富家女不会真的爱上哥哥这种穷人 而哥哥却完全没有觉得他被看不起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穷人真的是完全没有尊严 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什么叫做尊严 这部电影为了呈现有钱人和没钱人 上流阶级和下流阶级 用了一些元素来呈现对比 像是高低的落差 明亮以及昏暗 窗户大窗户小 我们在这里看到哥哥从阴暗的家中走向明亮的街道 然后从斜坡下走到斜坡上 走近豪宅 接着摄影机有一个很刻意的停顿 以便等等可以拍摄一个仰角的炫光镜头 然后哥哥向左查看四周 这个动作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让摄影机可以跟着哥哥的视角向左移动 好交代场景 如果是直接的摄影机移动 就很容易让观众察觉摄影机的存在 一部好的电影是不会让观众察觉摄影机再刻意的移动的 近到普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明亮的落地窗 而本部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穷人家的小窗户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在呈现这两个家庭的时候 第一个让观众看的就是窗户 而这两家的窗户大小和采光也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 这里设计了一个管家拔起玩具弓箭的画面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们看下一个管家的动作 是走到客厅捡起另一个玩具弓箭 这个时候的摄影机也是跟着管家的 也因为管家走到了客厅摄影机跟着跟拍到了客厅 也就是这一面超浮夸的落地窗 我想导演一开始在呈现豪宅的时候 一定不想错过这一面落地窗 所以设计了这个玩具弓箭 这样就有一个很自然的摄影机移动 当然即使管家没有走向客厅 摄影机也是一样可以转向客厅的方向拍摄 只不过这样的流畅感就会减少许多 而且玩具弓箭也是后来会重复出现的东西 在这里先出现也可以替后来埋下伏笔 好的那我们今天露天小剧场就到这边 分析这部电影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因为这是一部作者电影 作者电影就是它里面会放了很多导演的巧思和逻辑在里面 当你发现这些巧思和逻辑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部很精彩很有趣的电影 那我们今天分析到这边 想看我更多分析的话欢迎订阅并且按赞 那我们就下次见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